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据WHO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2016年 全球有约1000万新发肺结核患者 我国至少有85万的新发肺结核患者 相当于每1万人中就有6个人是新发肺结核患者 优独君 看来肺结核这恶魔还在祸害人间呀 再看肺结核的杀人能力 我国每年约有12万人死于肺结核 优独君 这每年弄死12万人的恶魔到底是什么鬼 肺结核俗称肺脑 是由结核分支杆菌感染人体肺部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 是结核病中最常见的一种 占各器官结核病总数的80%以上 老规矩 了解疾病从症状开始 这咳嗽都俩悦了 肺都要被我咳出来了 咳嗽 咳痰痰是肺结核的常见症状 早期咳嗽较轻 仅为肝咳或有少许黏痰 后期可出现咳嗽加剧 痰量增多或浓痰 咳嗽 天哪 咳嗽 咳嗽 咳嗽竟然有血丝 突然咳嗽不止 大口大口吐血 我这是要挂了吗 咳嗽也是肺结核的常见症状 多在咳嗽后发生 肠表现为血痰 严重时可出现大咳嗽 胸墙里像装有碎玻璃 一呼一吸都扎得胸痛 打个咳都疼酷 肺结核还可出现胸痛症状 表现为胸壁刺痛感 可随呼吸或咳嗽加重 半个月了 一到下午就低烧 午后潮热也是肺结核常见症状 多为低热 37.4摄氏度到38摄氏度 与午后及傍晚出现 凌晨或次日即可消退 持续两周以上 睡觉狂出汗 肺子都湿透了 倒汗也是肺结核症状之一 表现为睡时出汗 此外 患者还可能出现食欲不振 体重下降 女性月经失调等症状 神多君 你说的这些我都没有 医生居然说我也是肺结核 咋回事 20%的肺结核患者 没有症状或症状轻微 自身没有察觉 通过体检才发现的 说完症状 咱再看肺结核怎么作妖 得病后越来越瘦 走两步都累 啥事都不能干 成了废人 肺结核患者会出现消瘦 乏力 严重时失去劳动能力 需要人长期照顾 别人玩的是亲亲抱抱举高高 我男朋友已经跑了很久了 肺结核具有一定的传染性 不但影响工作 感情 还是患者遭受歧视 导致自卑心理的产生 肺结核作践患者的身体 蹂躏患者的心灵 想摆脱它却真心不容易 每天吃药想吃饭 可是才能摆脱这药罐子 肺结核治疗时间相对较长 一般要半年到两年 好消息也有 患者经过合理治疗 八成以上能治愈 如果乱停药 不坚持规律服药 会导致疾病反复发作 难以治愈 肺结核如果不好好治疗 可能会招来气胸 支气管扩张 肺部张等妖精 如果结核菌散播到大脑 肾脏 骨骼等器官 后果不堪设想 天哪 肺结核竟有这么多危害 我可不想被感染 神毒菌 这好好的肺到底发生了啥 结核是个什么鬼 到底是谁在作妖 咋搞出来那么多事 别怕 神毒菌的火眼金睛 定能让肺结核显出原形 下集 神毒菌就从结核菌说起 看看他到底是如何 进入你的身体 作践你的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